午夜回高峰 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其實你這個施政報告既然是 基於國安法 已經嚴厲執行 香港很多人不喜歡 或者心情不好 在這些方面 你就要有大手筆 即時見到的受惠 因為你摸著大灣區 我剛才告訴你 三個月後 我鼓勵香港旅行社 做內循環為主 配合外循環 什麼叫外循環呢 我鼓勵你們在香港的expect 即是外籍的僑民community裡面 吸引他們 上去這個大灣區地區去旅行 吃荔枝 什麼龍光雞 這個開瓶 那些有機食物 衛生那裏呢 你們上去可以 用香港消毒過的巴士 住就住外資酒店 在那裏沿途三餐 吃飯強烈勸喻 你就戴口罩和寫兜距離 你不會有一團一百人上去 就回來有五十個中了病毒 那些旅行社 你們自己跪黑自理 這些叫做政策 你要拿到政策 還有可以立刻做得到 是 因為旅行社七八個月以來 真是零營業 它不同餐飲 這個是其中之一 你不用去見那些部位 只要我去了北京見到電影局 電影局拿著這張紙告訴我 在1月1日開始 或者不要太遲 12月1日開始 電影局說 香港產的電影 和整個大灣區可以 叫做統一審查 統一是上市 還有這叫做連結推出 即是那些麥露人 什麼一秒拳王 雲內 全部回到大陸 全部 就算有黃秋生那套 什麼叫做淪落人 那些 全部上得到大陸 只要說旅行團那些 那年輕人怎樣 我給你全部拿 過往 你有案在這裏 審開沒辦法 拿不到護照 出不到警 但是沒有審 你有去過遊行的 你照樣可以拿回鄉政上去 這些旅行團 在你裏面 犯事就貴客自理 你不敢去是你的事 這些叫做政策 你不用走部位的 你不用這些事情 什麼部位 門高九大 電影局 旅遊局 廣東省 你見到省長 省長說這個旅遊部門 和你簽職簽這張 你已經即可救生兩個行業 是不是 那兩個行業的人 起碼會多謝你 立刻開始 然後面對什麼叫農曆新年 我救回這個叫聖誕元旦和農曆新年 起碼這個叫有個希望 林鄭舍說 我現在想市民給你一個希望 這個就是希望 這兩個 是 主理說 不是我大贈送 原來商業電台 每日的廣播 加上TV Be View TV 你們撿到了 基本上 九成的時段 都可以在大灣區 落地 是不是 那麼好 加上因為你那個 聽眾涵蓋率 多了七千萬人 所以聽說江門米粉 就準備效法李居明 就給一張單一百萬 一年的廣告 另外還有什麼 叫做 站江竹葉青 那些都會跟著 是不是 這樣很好 不過 你們有個別的節目 你都知道 上面 覺得有點敏感 不緊要的 不緊要 他們那些很懂得調整 那又不是假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你都知道 兩地融合 我們都要照顧上面的國情 是吧 可以的了 我懂得做 慢慢光明頂 蓬之鋒說 你們以後說一下 香港百年歲月懷舊 我所知道的商台 我所知道的你 我叔和蕭雙姐 這個叫楊廣培馮展平 播音技巧 比較研究 那我就講足一年了 沒有所謂 對不對 這些叫實際 如果真的有些政策拿下來 我們一定願意為香港犧牲 對不對 講一下音樂 文化 戲劇 英國文學 莎士比亞 三十八部劇 《王子復仇記》 《暴風雨》 《羅密歐語》 《朱麗葉》 《朱麗葉》 由頭講過都可以 沒問題 這些就是實質的政策 是馬上有錢 可以把很多人的袋子 就不是阿公阿婆 減免兩元 一元 這些事情 不是這些事情 而不是這條村重建了 可以拿到一塊地 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馮博士 小弟說的事情 我很謙卑地 向你請教 我有沒有說錯 都不是向請教問題 問題是你經歷過那個年代 六、七年代之後 究竟當時港英政府 如何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 其實整個版面給你看到 你說要critical moment 曾蔭權年代的施政報告也行 你說要解決社會矛盾 六、七暴動之後 你看一下我們突然多了很多 普通的私立學校 變成公立學校 接著有大量NGO社團出來 青少年的歌舞團 甚至乎我們看到有 基督教服務團 全部應運而新 1967年11月 馬上給一張無線電視牌 然後馬上開播 1967年11月 這個阻仔炸彈燒煙未盡 林濱和清華街兩子弟 屍骨眉寒 拉了整班阻仔在裡面 密多利亞大館那裡 還在四拍四 還在扔 但是人家所謂的港英政府 馬上給個無線電視牌 然後和自己英知的麗的去競爭 這些是什麽氣道和什麽眼光 跟著新潮派舞會 跟著公展會 六八六九年 我很記得就是這些季節 十二月 在挖紅磡 跟著就到灣仔 一有個公展會 衣人率 鱷魚率 欣煎記椰子 湯馬 補山餅乾 兆士片長 然後那邊上環 就有個大大地 互相輝營 我們去完大大地 趙田雞吃那些 喝那些蛇酒 胸口碎大蛇 再看一看 原來洪磡這個公展會 代表香港工業的未來 這個就叫做hope 這個叫希望 兩個地方的級別 層次給你看到 當然大大地 有個中國民間 那個地攤的氣氛 跟廟街一樣 但是公展會不同 又有公展小姐 又有食物 接著那裡是很 well organized 當你牽著爸爸的手 一邊走掉了 有些人員做廣播 從資証小朋友 請到大門口 你爸爸媽媽等你 你這樣哭 那些聲音說話 好像譚炳文和鍾偉明 小朋友 請問你是否不見了父母 不要緊 現在你跟著叔叔走 我是這裏公展會的工作人員 你不用怕的 我帶過你去那個門口 你爸爸媽媽快來 或者說你爸爸媽媽快來 你知道嗎 你說爸爸媽媽沒有這麼有希望 你知道嗎 要說爸爸媽媽 你才看到一個英文 要用爸爸媽媽 就是板間房 那些就叫爸爸媽媽 可憐天下父母心 沒得吃那些 馮寶寶 粵語片 爸爸媽媽 不是的 看這個叫做謝賢江雪 那些住九龍堂的大廳 爹地 回來 那些 李鵬飛做公司 老闆 是吧 兒子在美國 留學回來的 叫爹地 就是這些題外話 這些叫希望 是 而且反過來 整件事寫出來的時候 他不用真的穿到 好像整個江青 去講這些政策出來 又或者真的跟你講 很多國安法 一個大個兩制 然後大家要尊重國家 你想想當時英國政府 面對著這麽大的六七暴動問題 香港的2019年 都未去到炸死人 六七暴動的確真的很大撕裂 而且不單止是香港六七暴動 旁邊澳門那邊 差不多解放了 樓上的文革剛剛開始 當時 如果你想想港英政府 走回現在這個 林鄭那一套 難道天天跟你說 我們要... 我要糾一糾正你 因為你的詞彙 我聽到有點硬疑 這叫港英政府 這個詞彙是不對 為什麼呢 這個是左派的用語 你應該叫英治殖民地政府 那個不是港英政府 你知道嗎 現在教書要教港英政府 這個詞彙在歷史上有貶移的 我們做學術的人 是要超然和中立一點 那個叫英治政府 或者當時的香港政府 現在那個叫特區政府 是不同的 現在那個你不要叫港府 他不是港府 對不起 港府 1997年之前那個 現在叫特府 叫特區政 不慘 不慘 中府、小府都不行 不慘 是兩個東西 以知識別 這些不要被人如目昏珠 借殼就黏上去 大家等級不同 你剛才說了幾樣就知道 對嗎 人家這些在那時候 這麼艱難的時候 都撐得起整個香港 對嗎 至少撐完之後 你看一下整個八九十年代 去到一九九七年 結束了他的政府 要主權移交 你出來看看 大家的市民是多謝他的 甚至乎看著庫房 庫房還有很多錢 英國佬留下了很多錢 但是你今時今日 你發過一個疫症之下 英國佬 一炮 他現在說沒有了三千一百億 是呀 之後就在施政報告 繼續給一排 還有明日戴嶼 然後旁邊還有其他 派一排 很好 英國留下的家檔 另一個特區政府 就幫你洗光 那就OK 錢穩回來 財散人安樂 到時就是比特幣 到時就是電子 什麼那些幣 這些下回分解 到時還有沒有人 願意留在那裡 所以你真的看到 就是馮博士 你將施政報告 置於中環的時空那裡 一看 用探射燈交叉一照 就照得出什麼問題 因為平日改功課都是這樣改的 一份功課就很難改 你兩份功課 一個同學聰明一點 一個同學聰明一點 你給Grey你懂得比 還要做同一個題目 這次就看到 一個是林鄭的 一個是英國政府 當時是香港政府 甚至是爭著事 爭著事 三份功課放在面前 上網也下載的 你會不會看到 三份功課哪份好些 所以純粹不是說整齊 是從學術的角度去看 好了 這個廣告回去 有天下事 進赴燒譚中 光明頂 陶傑 馮知貞 還有今年當然它的重點 就是在大灣區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失憶的話 兩年前至三年前 一度的施政報告 一個重點都擺在一帶一路 2018年的施政報告裡 有一段感 他說特區政府把握一帶一路 帶來的機遇 去年年底 特區政府和法改委簽署了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這個文件 幾十個字 都讓我爽氣 通過二十六項合作措施 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 這個是2018年施政報告 今年好不好就二十六項措施 涵蓋六大重點領域 包括當時說金融與投資 基礎設施和航運服務 貿易交流與合作 民心相通 推動各月港澳大灣區建設 以及加強對接合作 爭議解決服務 當時說的大灣區和香港 是面對一帶一路一個 一帶一路的安排六大重點 以及二十六項合作措施 請問兩年來 就這個一帶一路建設 是產生了幾多個職位 是和一帶一路有關 最少有個一帶一路辦公室 是僱用了幾多人 好像幾個 透過一帶一路 是協助了幾多香港年輕人 不是說入大灣區 是透過一帶一路走出去 包括去一些印尼、印度 或者叫尼日利 這些是透過港資或者白手套的 名義是香港 實際是中資 不要緊 華潤也可以 帶了幾多個職位 出回去 陶先生 你有所不知 一帶一路出現之後 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出現了 就是香港在政府裏面 無論公民事務委員會 還是其他會 都撥了款 給很多左派機構的旅行社 組織了一帶一路旅行團 然後將那些年輕人 就回到一帶一路旅行 跟著又回到 你說製造了多少職位 是有職位的 但製造了多少新的經濟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那個叫機遇 機遇是一個很抽象的詞匯 你剛才說的 飲飲食食一泡過都是機遇 但我們現在說 在這個這麼艱苦的時期 你製造了多少合約的職位 以及協助了多少香港資金 這兩三年 出了一帶一路 而且有一些很建設性的 合作的工程在做 是否回本 以及帶來了多少利潤 你這裏如果今年的施政報告 就兩年前你說的二十六項 是弄一張清單出來 然後 才說大灣區 我們未來怎樣怎樣 是不是那些人心裏 大陸說真的叫做踏實一點 但你這樣說就不行 因為我如果製造一個一帶一路的施政方針 或者成果出來 其中一個最大的成就 就是香港很多港資是由中國廠搬走了 這個是不是真的我們的政策成就 事實上他們是投資一帶一路 因為在越南投資工廠 在其他東南華地區投資工廠 這句話你不早說 兩年前你不早說 你早兩年前 你說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 是 原來現在照你這樣說 原來那機遇 即是說資金走叫機遇 明顯不是 事實上也對香港人來說 是因為外面便宜一點 一帶一路 不要說走那麼難聽 一帶一路為我們香港製造了多少職位和資金 請他來說 是嗎 對嗎 前特首辦是政府機構 你也叫他出來 今年的施政報告 我想請問 有沒有提到一帶一路有的話 是多少段 大概一帶一路是有的 你看到兩段 61至62頁 抗試十成頁子的大概一半都沒有 有沒有成績報告出來 沒有成績報告 就是和大家說 協助安排深化改革 然後大家繼續推動 這些不是成績 這些是空泛的詞 因為兩年前特區政府 已經說了有26項 我們現在就26項 你交一些track record出來 可以嗎 但是陶先生你這樣是強人所難 不是強人所難 你自己發展黑字 你說的 大哥 怎麼強人所難呢 因為你強人所難的位置 就是交上一份功課 但是還有前一份功課叫前海 帶前一份功課叫河套區 還有很多份功課未交 沒理由交到一帶一路先 河套區現在發展成怎樣 前海又說要一起做 是 應該是嚴格來說 有附件一附件二交代 即是幾屆特首以來 沒錯 這些大戰略大藍圖 譬如你有一個基本資金銀碼 數目 譬如前海 有多少港幣在那裏投資了 又說前海新機遇 譬如養和醫院準備在前海開一間分院 準備要在香港要需求幾多護士 但是我們不夠 所以為了要配套 我們會加幾多個職業訓練局 或者大學的學士學校 這些就是配套 這些就是實質的東西 因為你講到給我 你是養和準備在前海 如果是開分院 或者香港國際學校 英童學校打算在大灣區 打算開個分校 拿去campus 這樣會有機遇的 一樣 文憑教師可以跟著上去教 這些就是實質的東西 是 所以你的功課感追法 好了 明晚上會怎樣 好 這樣會是 我來的 剛好 passage 首先 在網上 風